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近年来 那些耳熟人香的神话人物 几乎又整身下孙悟空和哪吒了 而那些卑微的小神 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比如家家户户没钱 替了那俩兄弟 有着没神之声的神叔和玉律 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 近年来 由于人们衣食无忧 没人再供奉香火 走着神界精进萧桃 神仙的失业率频频上升 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小神 为了能继续做神仙 就不得不做出改变 没神兄弟也是如此 他们是读书山上的两个小神 这天弟弟玉律看到一盏孔明灯 他说人间应该还有人记得他们 哥哥神叔劝他别做梦了 那则是人们在放着玩 但今天的孔明灯和以往的不同 上面还有一个八音盒 玉律刚想取下 就被神叔给拦了下来 因为神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神仙和凡人来往 就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玉律感到不解 为什么从前就相安无事呢 觉得这时 狐狸公突然冒了出来 并解释道 因为从前有人供奉 但现在科技发达 人们的神仙依赖越来越少 所以就有了这条规定 这时就由神打荡了几人的谈话 通知他们去天空参加培训 所有驾驶者的小飞机 带他们来到了灵霄宝殿 这里和凡间不同 不管人间怎么改朝换代 灵霄宝殿都会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战胜燃天门的天王还好 不用担心下岗的问题 可里面的一众小神就惨了 人间都没人用灶了 也就没有灶王爷什么事了 凡人都住进了钢筋惠宁土大楼 书来供供土地爷呢 随着时代的高度发展 一众神仙只有持久迎新 才能在神殿留有一席之地 否则就只能夹着行李卷回家过年 有一位神仙转型很成功 那就是财神爷 他说神仙不能和人来往 但要掌握人间动态 在财神爷的带领下 一众神仙都跳起了光商舞 而一把年线的土地公就倒霉了 因为没有老伴儿的缘故 跳到这一点激情都没有 管事人当中把他揪露出来 宣布他下岗 而且连当初送过他的工作服 也一并回收 土地爷不禁感慨道 神仙虽好 却不及人间有情 人间最起码有个低宝 可神仙却什么都没有 据说在我们以往的神话故事中 有这样一只威力无穷的惊天巨兽 他变化多端 每次出现 都会晓得人身两界不得安宁 于是才让老君 施展无杀法力收服了他 为了防止他再次作乱 老君加设了三道封印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年终逐渐被人遗忘 而他们这些不惜眼的小神 也最终淹没在人类的视线中 可话又说回来 如果年真的被放出来 以他们的法力 根本收复不了 可为了能在神仙生存下去 于是不得不这么做 他让土地爷打听关于封印的位置 土地爷对神仙迎心灰意冷 并把封印的秘密告诉了他 只要拿着树叶 就都找到封印的所在 到了之后 自然会有相用的解决办法 看着像不一样的古老雕刻 于是决定前往人间 但却遭到了哥哥的反对 他觉得弟弟太冲动了 如果把年放出来 那将是一场劫难 就在这时 夜游神给他们送来一封信 现在说他们职位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这意味着两兄弟也即将失业 于是一怒之下 来到了前往人间的通道面前 他不顾哥哥的反对 直接去往了人间 可就在这时 夜游神来视察 哥哥只好说于是正在洗澡 正在骗过了夜游神 于是来到人间后 正将遇到一群恶狗 碾一个小女孩 于是及时出手 用玉环轻松化解了危机 女孩说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却要一时间想不起来 于是说自己负责保护人间 只过人间好像不太需要他 正说二间起疯了 于是拿出玉环 她在了女孩的头发上 并告诉他 关键时候这东西能救命 所以我轻妙地笑了一下 什么所谓的狗屁规定 不过是一个束缚献的笑话罢了 现在我和凡人说话 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 他按照树叶的指引 很快又来到了一片湖泊 看着手中的树叶不停闪烁 他确定 这就是第一道封印的所在 男人用剑抵住湖面 没过多久 一群小鱼便游了过来 一同而来的 还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于律定睛一看 正是神燕的老朋友聚灵神 朋友见面分外开心 于律为他胡到下面 是不是封印的年 可聚灵神就对此毫不知情 原来他只是负责镇守在这里 但具体是什么 并没有人告诉他 导致于律的来意后 聚灵神很为难 但作为好兄弟 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于是只能像个像个比划一下 点到为止 毕竟神燕也不能总是打打杀杀 也需要人情世故 宋动聚灵神 律律一剑断开水流 无数水柱腾空而起 鼓里的最下方 一只巨大的锦鱼 清晰可见 看着他不断发出痛苦的哀鸣 律律一剑劈开了束缚 锦鱼得救后 划作一条五爪金龙飞向远方 随着封印被解除 无数条水柱直冲天际 刚刚还饱满的呼吸瞬间甘哭 一度发生变化的 还有律律 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他从半空中重重摔了下来 从剑中反正的倒影发现 律律居然长出了白发 酷解一道封印 就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 那第二道呢 而此时的杜硕山上 居正神找到各个神书 将律律打开封印的事情如实相告 这时神书发现 他为引人守护的古术 开始摇摇欲坠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神书决定请问人家找回律律 可他进入通道后 里面出院了无数个梅 鱼太久没有下凡 一时间他也记不清该走哪个 正好看见有个梅琴 踢着梅沈 神书决没走了进去 此时人间飘起了漫天雪花 小女孩走在大肩上 再次遇见了上次欺负他的恶狗 但这次他有律环在身 恶狗半步都不敢向前 突然小女孩脚一滑 律环不幸摔了出去 没了律环 小女孩再次陷入了危险 危机时刻 一双大脚直接招呼在恶狗脸上 黏走恶狗后 神书想循运环主人的下落 可他又不敢和人说话 只能暂且和女孩混到家里 女孩和妈妈相依为命 在小镇上经营了一家馄饨店 可不知道怎么搞得被停业了 妈妈看到张熙熙的神书 就给他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随之明显的画像 也跟着他一起发生变化 神书先说扫把 明显的画像也多出来一把 女孩突然意识到 他遇到的这个人 就是守护人家的眉神 有了神书的帮助 窝子很快就被清理干净 小镇重新开始营业 而神书只顾着高兴 居然忘记了不能和凡人说话的规定 结果他发现 自己和凡人说话后 却什么事也没有 他要落山后 女孩找到神书 说自己则又看到了他的身份 还问他是不是想要寻找玉环的主人 可就在这时 玉环突然转了起来 直接非常的远方 神书见状 抱歧女孩就追了过去 你绝对想不到 看出第二道封印的 居然是一名小小的画仙子 于绿跟他后也很惊讶 自己都快下岗了 他居然活得这么潇洒 原来神界经济萧条后 天上的神仙 都被发配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 当得知玉环是得打开封印的 花仙子二话不说 就与他动起手来 或者第一道封印 消耗了玉环很大的体力 心眼男完全不是花仙子的对手 看到犀利的情郎 牵扯在自己脚下 花仙子蒙生了侧影之心 玉环没有说话 而是悄悄地用宝剑 触碰了封印罗盘 等花仙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道金光突破天际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花仙子瞬间被吸了进去 随着半年的花瓣落地 第二道封印彻底被打开 与此同时 杜硕山上的古树 再次发生颤抖 曾经接着的蝗虫 涌入人间 此时玉环的身体 变得更加苍老 这时神叔赶了过来 想劝弟弟回去 和玉环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告别哥哥 来到了第二道封印的所在 玉环推开古庙的大霉 一种天生雕像 映入眼帘 其中也包括他们兄弟俩 但镇守这里的却不是一名神仙 而是一个黏玉古兮的老人 他说这里的神像 都是他捏出来的 就连没谁画像 也是他给画出来的 没有神力他就用蛮力 给他砍来砍去 始终破解不了封印 此时还剩最后一个地方 那就是换有他跟哥哥的雕像 为了打破封印 玉环豁豁出去了 我看到哥哥的样子 最后他开始犹豫了 就在这时 神叔他们也赶了过来 大想让玉环想想人间的苦难 此时的玉环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可就在这时 神叔就把他的剑给拔了出来 下一秒 古妙开始坍塌 神叔就迎拆阳挫 打开了第三道封印 与此同时 在妖养的杜硕山上 也发生了凡天赴地的变化 年 是古代神像中的恶兽 相传只要到了年末 他就会来到村庄伤害人类 以前他一直被眉神 镇压在杜硕山下 如今却被放出来 眉神兄弟试图阻止 然而却是躺壁挡车 被年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而平日里笑张跋扈的夜游神 更是连一招都坚持不住 年盖人间就要面临一场浩劫 虽然像一串点燃的爆竹 居然直接驱散了年兽 随着女孩的一声呼唤 无数的鞭炮声接踵而来 原来鞭炮不仅能辞救迎新 还能屈极避凶 而此时处在年兽附中的两兄弟 看到了那个用孔明灯 拖起的八音盒 他们这在意识到 原来一只这种的古术 就是年兽 这时候用力一吹 表兄弟从年兽的口中冲了出来 等浓烟散去 玉律看清了年的模样 这怪物居然就是他自己 还记得看守第三道封印的老人说过 人的心里能造出神仙 也能造出怪物 玉律顿时陷入了迷茫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本心吗 希望哥哥及时提醒他 听闻哥哥的话 玉律重新找回自我 但他们的神力 并非挡不住威力强大的你 这时玉律突然想起来 当初在镇守杜兽山的时候 他们竟然给古术挠痒痒 也许这里就是他的破绽 所有玉律拿起玉环 在哥哥的帮助下 直接来到了年的身体内部 玉律奋力一抛 直接让玉环插在年的心脏 和玉环只是滑开了表皮 眼看就要被排出体外 两兄弟却怎么都碰不到 微观头 深收响起了八音盒 正好弥补了岔子这一点点距离 随着年的心脏土崩瓦解 两兄弟终于解除了这场浩劫 可刚刚在杜兽山上发生的大战 在人间看来 却只是海市渗楼 只有小女孩知道 这都是梅神俩兄弟的功劳 消灭了年之后 梅神兄弟也变得清闲了 他们不再痴迷于神剑的岗位 而是在神剑开了一间小吃铺 还专门聘请土地仪 来当收银员 我说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一步小小的国漫 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还通过茶蟲的视角 展现出了 国人永不放弃的精神 哎 老板 这只茶蟲您怎么不浇的呀 哎呀 这只茶蟲 怎么浇都不变颜色了 没用 迟早把它扔掉 你今天被刷了几次茶水啊 一天被刷几次茶水 这重要吗 我们不要以现在被刷了几次茶水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可其义父 茶蟲 顾名思义 就是喝茶人养的宠物 用于修身养性 也为喝茶增添几分趣味 各式各样的茶蟲 有的能变换颜色 有的还能喷水 经过茶水长时间的浸泡 茶蟲的颜色 也会变得十分漂亮 这个老爷爷 是当地最有名的茶蟲大师 主角阿棠 就是他造出来的 为了怕他孤独 大师还给他做了个媳妇 而就在这时 老奶奶突发疾病 倒在了地上 耳帮出炉的阿湘 也被甩了出去 并且 还被神秘人偷走了 大师因此伤心至极 关闭了摇炉 阿棠也被卖到了 这间茶店里 更倒霉的是 因为无论怎么交茶 阿棠都不会变色 不仅老板瞧不起 还要被同行嘲笑 没到夜晚 茶蟲们就会聚在一起 统计被交茶次数 迷了佛六遍 同男同女八遍 金珠算了九瓶水啊 厉害厉害啊 而今天 最厉害的还是金蝉 足足有十一遍 而因此都没被浇水的阿棠 也只能坐在窗边 静静地待着 看到这一幕 金珠过来安慰 阿棠 有眼神没得啥之了不起 你看 我的眼神很深 还不是一样的生活 每天才在店里待到 和你的生活 我还却一样 大阿棠却不这样想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搞到很漂亮的颜色 而在第二天 一颗白蛋突然冲进了茶店 大家围上来看 看了很久 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结果下一秒 原来他是个机器人 自身来自三年后 还说能预测未来 这话茶宠当然不信 接着 白蛋说十秒后 会进来一个穿红衣服的黄毛 而结果 正如他所料 看到这一幕 所有茶宠都相信了他 并别他取名叫小莱 既然这么神奇 阿棠赶紧向他请教问题 如何才能将自己的颜色变漂亮呢 可小莱扫描完毕后 并没有相关答案 我得回去重装系统 对了 你得回去 你看 你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的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从哪来的 为了弄清真相 小莱决定穿越回去 而阿棠也借此机会 打算一起去寻找变色的办法 找不着 我就不回来了 哦 而就在这时 无贵奶奶却打断了他们 她被称为国产版的玩具总动员 以中国传统的茶宠为主角 展开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小莱和阿棠绝对穿越到未来 找不着 我就不回来了 哦 而就在这时 无贵奶奶打断了他们 她说穿越时空实在危险 不如直接去找树洞人 无论任何问题 她都能给出答案 并将地图送给了他们 我来也无恶不做 抓头旗针一宝 如果要是赝品 直接就砸碎 虽然有些危险 但二人并未放弃 按道路线来到下水道 阿棠还顺手 捡起一颗雪花球 送给了小莱 好看吗 嗯 谢谢 嗨 没什么 出门靠朋友 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小莱很高兴 因为她有了朋友 而就在这时 之后突然出现洪水 将二人冲了出去 这下 二人彻底迷了路 而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对老鼠兄弟 阿棠被吓坏了 好在对方并没有恶意 还要带他们 聚找树洞人 太好了 你们够意思 出门在外 谁没个难处 不够意思 多不好意思 就这样 二人被带到 一处神秘的地方 打开大门 到处都是奇珍异宝 而这里的老大 正是大到我来眼 原来 小莱并不是来自未来 而是英机树领先三年 于是出场时间 被设置在三年后 早在一天前 老鼠兄弟就潜入研究所 想要偷走 最新款的机器人 可不但没得手 还不小心 将小莱放出了研究所 这下可好 小莱却自己送上了门 而就在这时 阿棠发现 阿湘也被关在这里 于是他二话没说 拽了阿将就往外跑 可这里 毕竟是我来眼的地盘 只见他一声怒吼 所有的老鼠 全部追了上去 严谈就要逃走 但阿湘还是被抓了回去 阿棠也被踢进了水坑里 看到这一幕 小莱直接出手 一道闪电五连边 打得我来眼 毫无还手之力 我来眼只好大喊地停下 结果下一秒 小莱叮得停了下来 因为他的体内 被植入了口令芯片 就这样 小莱触发了 回到研究所的路线 而狡猾的我来 似乎也明白了 很快 小莱回到了研究所 通过路向他明白了 自己并非来自未来 而是科学家研发的 看着实验室里 整齐排列的机器人 小莱却不想被控制 他想回去救好朋友阿棠 而另一边 阿棠被困在水下 还遇到了怪鱼 但善良的阿棠 看到怪鱼被卡住 还是上前去帮忙 怪鱼一翻身才发现 原来是河豚 为了表示感谢 河豚家阿棠送到了岸上 多谢多谢 一只巨大的老鼠 盯上了阿棠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阿棠只能逃跑 好在小莱及时赶到 在二人的配合下 老鼠被打得落荒而逃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出阿湘 但小莱却退缩了 因为他害怕再被控制 没办法 只好先去找树洞人寻有办法 因为无论什么问题 树洞人都能给出答案 在路上 他们碰到了 很多和他们一样想法的 大家的目的地 都是去寻找树洞人 他们围在一处舞台前 但铭河只有一个 要经受考验 才能获得提问的机会 可进去的每一位勇士 都给外面踢了出来 这次轮到小莱了 可进去很久 也没有声音 于是阿棠也冲了进去 而最后的考验 就是穿过充满酸性的水池 而阿棠 毕竟是不怕腐蚀的瓷器 于是 成功地救下了小莱 就这样 他们成为了勇士 同样也获得了提问的机会 紧接着 阿棠走了上去 原来树洞人 就是一台电脑 可阿棠并不认识 而他并不是提问 如果让身体的颜色变深 而是问道 如果让小莱不受控制 而就在这时 老鼠兄弟开始知道混乱 演叹舞台就要坍塌 小莱向阿棠赶紧离开 无意间的停字 让小莱停止运转 突然大门打开了 一个眼镜男出现 他发现了破损的小莱 并修好了他 而是在这时 门外传来的声音 将他叫走了 这也刚好给阿棠 留下了机会 阿棠将小莱拖走 再一次的将他激活 二人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一起救出阿湘 在河腿们的帮助下 打开了阀门 大水瞬间冲垮了 我来也的基地 就这样 阿棠成功救出了阿湘 以及其他伙伴 本已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却没想到 我来也再次追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小莱直接冲了上去 但再一次的 被我来也控制住了 他用指令控制小莱 抓下阿棠 可在这时 小莱看到了 掉落的雪花球 他的意识战胜了控制 将指令芯片持了下来 愤怒的我来也 突然启动了开关 原来这里 正是摇炉 无数玫块掉了下来 并且还在燃烧 小莱非力推开铁门 可阿棠 却被我来也抓住了 严太大伙越来越猛烈 阿棠果断掰开小莱的手 和我来也同归于尽 而小莱被甩出了摇炉 被摔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大师醒来 看着桌上 落满灰尘的茶壶 意识到自己 已经颓背很久了 随后捡起了地上的阿湘 更奇怪的是 他在摇炉里发现了 还未烧至完成的阿棠 看着老办的照片 大师觉得是老办帮自己 完成了最后的作品 擦去灰尘后 阿棠坏然一新 原来以前只是半成品 无论怎么交叉 都不变颜色 而小莱也被眼镜男剪到 胸部的完好如初 你绝对想不到 世界上最讨厌过年的 竟然是他 年兽 因为每到过年 小孩子们就拿鞭炮 驱给年兽 所以今年 他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取消过年 然而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鲶鱼 因为每到过年 他都会被当成年画模特 鲶鱼告诉年兽 在天庭的密室里 有一把控制过年的钥匙 只要把钥匙折断 所有人都不会再过年 春节也就会取消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 年兽趁着大家休息时 悄悄跑进天庭 来到密室眉口 就在这时 鲶鱼也悄悄跟了过来 他打开大门 把年兽送进了电梯 没过多久 年兽就来到了密室 他走到一朵莲花前 看见了那把钥匙 可刚拿到钥匙 终于响起了警帽 与此同时 地面发生剧烈晃弄 年兽一表心 把钥匙扔了出去 下一秒 钥匙直接滑落 掉到了人间 年兽暗话不说 直接从天庭跳了下去 没过多久 年兽就追上了钥匙 可还没在一起高兴 天空发出烟花 又把它震飞出去 年兽和钥匙 掉到了一个楼顶 一看就要拿到钥匙 结果他又撞到杆子 被杆子弹飞出去 就这钥匙摔到地上时 地面突然出现一团烟雾 稳稳地接住了他 原来刚才的烟雾 是土地公制造出来的 为了不让土地公 知道自己在寻找钥匙 年兽便假装说 自己在执行秘密任务 不要跟任何人说见过他 然后趁着土地公不注意 转眼消失在了黑暗中 第二天 年兽到处翻箱倒柜 也没能找到钥匙 忽然 他看见对面一个女孩 手里正好握着那把钥匙 于是他跑到女孩面前 想要抢走钥匙 可女孩更不怕他 还在他面前 不停地炫耀起来 年兽急了 直接跳到女孩面前 拦住了他 下一秒 女孩快跟踹着他一脚 然后飞快地跑开 为了拿到钥匙 年兽紧紧跟在后面 可没想到 女孩竟然上了一辆三轮车 离开了这里 年兽刚追上三轮车 下一秒 老奶奶戴上呼呼吸镜 脚下飞快蹭的轮子 三车车像离弦的剑一样 瞬间就消失在了眼前 今天奶奶熟练地穿过路口 还在马路上玩起了飘移 没过多久 奶奶就将女孩 送到了学校美口 看着女孩进入学校 年兽也要混进去 他打扮成学生的样子 想要磨魂过关 给下一秒 年兽不肯放弃 用尽各种办法 想要进入学校 可始终无法突破围墙 被保安给扔了出来 这在他无可奈何之时 一只羊鸵跑了过来 原来他是学校刚硬进的老师 看到这一幕 年兽想到了办法 他直接把羊鸵打晕 然后画上他的装扮 就连细节 也模仿得一模一样 就这样 年兽成功进入了学校 他搭上了女孩的班主任 你绝对想不到 只要折断这把钥匙 出年就会消失 人类就再也不会过年 可就在年兽拿起钥匙时 地面发生晃动 钥匙直接掉到了人间 而现在 钥匙被女孩宝儿捡到 当成了宝贝 为了拿回钥匙 年兽偷偷跟踪宝儿 走到了他的家 紧接着 年兽夹扮成怪物 把宝儿下进了被窝 这钥匙就在眼前 年兽悄悄伸手 想要去拿 可就在这时 宝儿发现了他 于是他拿走钥匙 又换来一盆仙人掌 就这样 年兽被扎得满手是次 紧接着 宝儿拿出绳子 把仙人掌放在上面 直接砸在了年兽脸上 吃剧骨头的年兽 只能再讲别的办法 于是他假扮成老师 主动接近宝儿 然后用尽各种办法 努力讨好宝儿 三个只顶撞自己 奖励一朵小红花 长得比同学高 继续奖励一朵小红花 一天时间下来 宝儿的小红花 都已经提到了黑板外面 年兽继续发动糖衣飘弹 他鼓励宝儿 去参加需要的文艺演出 成为需要的焦点 虽然宝儿唱歌好听 但他不想引人注目 而且马上快过年了 宝儿的爸爸 只会再过年回来 他不想浪费 和爸爸相处的时间 但年兽看出 宝儿很喜欢舞台 于是年兽承诺他 只要他同意上台演出 其他舞台的布置 都不需要他来操心 在年兽的坚持下 宝儿最终还是答应了 于是 年兽请来了自己的神仙同事 让他们一起帮忙 给宝儿达到一场完美演出 时间很快过去 主要就到了 需要演出的日子 所有参赛的同学 飞飞完成了表演 可轮到宝儿时 他就突然紧张了起来 如果我爸爸在 他会抱抱我 年兽在地宝儿的爸爸 给了他一个拥抱 宝儿鼓起勇气 放缓走向舞台 紧接着 他转动音乐盒 一首轻松的伴奏 瞬间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宝儿轻轻的嗓音 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全都安静的 注射着宝儿的表演 紧接着 狐狸公将棍子戳在地上 舞台让电话出草地 无数的荔枝一涌而出 舞台瞬间变成了森林 玉头洒下了荧光 舞台变得更加绚丽 在所有人的配合下 宝儿成功完成了演出 他十分开心 把春天钥匙 交还给了年兽 可年兽刚拿到钥匙 年余就找到了他 便让年兽赶紧砸断钥匙 这样大家都不用过年 如果春节消失 宝儿就永远见不到爸爸了 就在年兽犹豫时 年余上前抢过钥匙 直接把钥匙折成两半 然而此时 年余也露出了真实面目 原来他毁掉春节 是为了自己的产业 他生产了一种喷雾 能够让人快乐的喷雾 如果春节消失 人类不再快乐时 他的喷雾就会大卖 自己也会赚得盆满泡满 而现在 全世界因为春节的消失 变得十分暴躁 如果人类没有了春节 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不再需要年过 这上也没有过年的气氛 我都站着人潮 也全都嚷着退票 人民的情绪 也变得急躁不安 可就在这时 一种叫快乐喷雾的东西 开始流行起来 只要呼吸到这种喷雾 人民就能感受到快乐 就在不久前 年余利用年兽 拿到春节钥匙 并且将其毁掉 从此 人类便忘记了春节 宝儿十分难过 因为春节的消失 他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 而这一切 都是这条年余的节奏 为了恢复春节 年兽决定去找鲶鱼 拿回控制春节的钥匙 他和神仙同事一起 来到鲶鱼的工厂 和他们刚一进去 就为鲶鱼发现 下一秒 无数的机器人 将他们围了起来 猴子直接冲了出去 将机器人扑倒 为公送身一月 持出自己的绝招 将他们全部打倒 玉兔从天而降 他家无数蝴蝶 机器人们瞬间被迷惑 失去了意识 月老直接拖下披风 露出八块腹肌 他挥舞着双结棍 犹如李小龙的化身 那年我双手插都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 另一边 鲶鱼驾驶机器人 对年兽和宝儿发动攻击 年兽一把抱起宝儿 直接扔到了楼上 就在宝儿全力奔跑时 一步要进半岛在地 回急时刻 年兽挡在了宝儿面前 替他挡住了机械手臂 宝儿趁机跑到开关面前 一把拉下了电闸 机器人瞬间失去了动力 就在他们准备庆祝时 年兽控制机械手臂 将宝儿抓走 直接飞向了天空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 一让三轮车缓缓出现 奶奶招呼年兽 让他赶紧上车 紧接着 奶奶飞快地登车三轮 下一秒 三轮车展开翅膀 直接飞向了天空 正当年鱼还在得意时 他也回头 发现了后面的年兽 年鱼按下开关 发热出无数鞭炮 奶奶熟练地操作三轮车 轻松躲过攻击 紧接着 年鱼又启动巨型鞭炮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 三轮车被击落 直接掉了下去 年鱼还没得意多久 又看见奶奶背着降落伞出现 而年兽竟然爬上了飞船 他用尽全力打开舱门 一把抢走了钥匙 让他赶紧跳了下去 来到了宝儿身边 年兽打开机械手臂 把宝儿救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两人就要掉落地面 危机时刻 独立功变出一朵云 在下面接住了他们 就这样 他们顺利完成计划 拿回了春节钥匙 而此时断掉的钥匙 竟然重新连接起来 最终恢复如初 电影最后 年兽还回了钥匙 春节也再次回归 你绝对想不到 小时候的激功 居然给公牛吃辣椒 结果插进了鼻子里 下一秒 黑牛瞬间暴走 直接猛冲过来 激功见状不妙 拔腿就跑 和小镇的村民却遭了殃 他也被黑牛撞到七零八落 终于板凳全成了碎片 激功荒木则禄 一头撞到了父亲身上 为了让儿子变得乖巧 父亲特地来到庙里 祭拜罗汉 可没想到 激功竟然躲在下面偷吃 并不是激功不尊重佛门 而是因为 他自己就是罗汉 原来五百年前 金氏大鹏大闹天界 维护人间 高露神仙纷纷出手阻止 咱们都败下阵来 不及时刻 小龙罗汉出手 用自己的金身 将金氏大鹏封印了起来 失去了金身 小龙罗汉只能投胎转世 为了寻找师兄的线索 福虎罗汉也来到了人间 苦苦寻找了五百年 直到这天 在李薛元的身上 他似乎看到了师兄的影子 为了确定李薛元的身份 他派出自己的座骑白虎 前去寻找线索 在白虎的指引下 薛元来到了野外森林 眼前是一片绝美的瀑布 将他拿出神石 天色竟然暗了下来 几片羽毛飘落 直接将河水染成黑色 在一抬头 天空中赫然出现了几只红眼乌鸦 正胡适当地盯着他 看到这一幕 薛元撒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不忘给乌鸦布置陷阱 身后的乌鸦实在太多 把薛元逼到了一处悬崖 看着身后的追兵 薛元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他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误入了乌鸦的老巢 就在这时 一只金蛋飞到了他手上 眼看乌鸦冲动过来 金蛋能突然飞出一缕奇光 似乎在为薛元指引逃跑的方向 随着薛元越跑越快 脚下突然出现了一阵金光 下一秒 他的身体直接飘了起来 直接把他送到了水里 人也被逃过一劫 没想到乌鸦开始发现了他 眼看薛元就要被抓走 金蛋突然飞到半空 挖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一条悬天闭火龙破壳而出 这股汉帘动地的力量 惊动了分下的金翅大鹏 他派出手下精灵 前去寻找降龙的位置 另一边 福古罗汉也感受到了师兄的气息 立马让白虎恢复原形 他要去寻找师兄的下落 但此时的修元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条小虫子 既然是降龙罗汉的坐骑 悬天闭火龙 由于他失去了法力 所以变成了这副模样 当修元带闭火龙上街 他立刻就被酒香吸引 没等修元阻拦 他就跳进了酒坛 立就配上三位真火 下一秒 酒坛瞬间发生爆炸 闭火龙最运行的骑上攻击 嘴里还喷着三位真火 对着酒馆老板穷追不舍 老板一路狂闷 还拔掉了一个帅锅的裤子 可闭火龙速度太快 碰着火焰 一头扎进了烟花仓库 结果可想而知 在闭火龙的节奏下 天空中烟花四起 村民们提前过了七年 于是 大家把毛头对准了修元 纷纷指责他 女修元的父亲也知道儿子调皮 于是就请来了戏班子 表演皮影戏 算是赔礼道歉 这让大家看到起劲时 无数乌鸦 不得盖地的飞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攻击催民 而是抓走了所有小孩 为了解救孩子们 女修元的父亲动员大家 一起进山救人 修元也想一起去 但就被父亲赶回了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修元决定自己偷偷进山 在这闭火龙 修元一头扎进了水中 可火龙不失水性 差点被淹死 修元只要给他人工呼吸 他们也来到了乌鸦的老巢 此时的乌鸦妹正在开会 原来 今时大鹏快出精灵 指挥乌鸦却抓走了李鸭装所有小孩 目的就是找到降龙转世 突出降龙龙罕汉复生 但乌鸦抓来的这些孩子 全部都是普通人 正当大鹏准备发火时 修元却自己送上了梅 大鹏指挥乌鸦发动进攻 可在碧火龙的三倍真火下 乌鸦根本不堪一击 修元与水龙完美配合 成功将孩子们救了出来 精灵并目死心 派出乌鸦一路追踪 修元所用放弃了逃跑 将碧火龙变成了机关枪 做了一顿烤鸦盛宴 本以为能逃出生天 没想到出口竟然是个悬崖 无奈之下 孩子们只能在笑臂上慢慢挪动 可速度实在太慢 精灵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乌鸦一拥而上 为了保护同伴 修元不慎掉落悬崖 下一秒 崖底出现一道金光 修元使出了一招罗汉翻天一印 一条闭火生龙 直腾腾打在了精灵身上 但这一招 也耗尽了修元所有的力气 他两眼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俯虎罗汉赶来 救走了修元和孩子们 回到李家庄 俯虎告诉李将军 修元又是降龙罗汉转世 又想制服金翅大鹏 必须要让金身归位 降龙出世 这也就意味着 修元生死 李将军必要让儿子做大英雄 他是希望修元能够平安长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宁愿代替儿子去死 来换取人家太平 和修元并不这么想 修元母亲生病多年 成为降龙罗汉 还能治好母亲的病 所以他对父亲的阻止 非常不解 父子俩因此产生了间隙 再加上服务罗汉告诉李将军 实际未到 千万不能让修元拿到金身 否则必身祸端 于是 李扬愿将金身过奉起来 在李家庄周围形成了一道结界 以此来抵御妖魔入侵 此时 精灵也来到了李家庄 直接撞在了结界上 吃了个碧莓羹 眼眼硬上行不通 他直接变成了白虎的模样 然后告诉碧火龙 金身就在箱子里 碧火龙知道修元孝顺 给母亲治病心切 便从箱子里拿走了金身 结界也因此消失 而精灵趁机溜进了李家庄 准备吸食修元母亲的魂魄 当修元感到时 母亲已经失去了呼吸 因为他的自作主张 害死了母亲 修元跪在地上 向父亲拜别 为了不让金身大鹏围护人间 他必须找到俯伙罗汉 加持金身 将大鹏永远封印 李家庄意识到 熬度这一去 父子俩恐怕是永别 精灵敏锐的感觉到 李家庄对孩子的不舍 于是他告诉李家庄 只要在修元加持金身时 叫金身取下 那么他就无法成为降龙罗汉 世间若无降龙 修元娘永远是他的儿子 在金灵的蛊惑下 李家庄被亲情蒙蔽了双眼 在修元加持金身之时 李家庄突然抱起 将金身夺走 金身顺便虚弱不开 直接晕了过去 父亲被精灵蒙蔽 以为这样就能救下修元 没想到 有了金身的力量 金翅大鹏瞬间冲破了封印 还获得了更为恐怖的法力 伴随着一条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束 金翅大鹏再次重现人间 三年面临了一场 前走未有的浩劫 为了阻止金翅大鹏 伏虎和修元接触了一套法阵 可如今的金翅大鹏法力高强 瞬间就让法阵打破 伏虎罗汉进出真身 可就根本不是对手 连开伏虎背下阵来 逼火龙腾空而起 迫起修元 最终决战终于展开 伏虎罗汉拼尽全力 与金翅大鹏殊死搏斗 但修元没有精神加持 实在是有心无力 被金翅大鹏打得节节败退 为了永绝叩唤唤 金翅大鹏派出精灵 准备将修元了结 违起时刻 一把长枪出现 打在了修元面前 直见李鸭军身批铠甲 手握长枪 托着精灵冲动过去 接父亲拼命保护自己 修元终于振作起来 趁长枪刺进精灵之时 修元冲了上来 父子合力 就又让精灵灰飞烟灭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团火焰突然飞来 违起时刻 李鸭军打在了儿子身前 金翅大鹏缓缓落下 将羽毛划成利剑 穿过李将军 扎进了修元身体 本已不杀了修元 金翅大鹏实现再无对手 可他没想到 修元死 降龙升 一道开天PT的金光显现 降龙罗汉涅槃而生 还重塑了金身 大鹏见状大惊失色 拥禁全身法力发起进攻 可降龙丝毫不慌 一只同天巨手落下 直接将大鹏打毁了原形 金翅大鹏睁开双眼 身据变得无比庞大 金光瞬间将大鹏笼罩 伴在了一场巨大的金蒲扇落下 金翅大鹏直接被打成了小菜鸡 三剑的浩劫 彻底被降龙化解 此时 伏狐走了过来 可降龙已经习惯了人间的生活 决心化成活佛技工 造福人间 从此 天上少了一位降龙罗汉 而人间多了一位破译活佛